三月中旬,冠状疫情日益紧张 多国开始落实封城或实施人流管控 Stay at home是目前最常用的词语 尤其健康欠家的人们 每趟外出都是风险 身为家医科的医生 就是在看诊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到有些病人 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感冒 然后还可以去上班 所以我们需要扮演一个教育的角色 就是让他们了解说 其实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 与其给他好像一张告示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就拿回家就丢一遍了 就干脆给他一个可能他可以用的 配上一个禁私语的小卡 然后上面就是祝福他们早日康复 也提醒他们说 要自我隔离 然后为了保护大家 叔叔,有吃饭吗? 我试试吃饭吗? 叔叔 等他学习 到会去看 新加坡慈济湖畔全科医疗诊所的医护人员和同仁 除了制作温馨提醒的小卡 也把握机会宣导苏食 邀约诊所病患一起响应苏食互生 一两秒也好我就把握这个时间 就尽量跟这个病患去迁数 因为地球一也是受伤 众生都是平等的 祝福每一位都是能够顺利去改变他们的一个看法 爱护生命 维护健康 负起社会责任 你我有责 带新闻李嘉一郭静怡彭韩尼新加坡慈济基基金会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